今天我們開始看看市場 低了接近三百多點 星期五晚上美股的表現都做得不一般 Apple股價也跌了不少 加上市場傳,美國可能再增加中國的入口關稅 市場擔心貿易戰會有開波 也導致今天股市一開始時都不一般 而重磅股中,阿里巴巴跌得比較多 跌接近4%,美團也3% 物館股也跌得非常誇張 Bitcoin服務也跌接近2.6%,騰訊2% 所以物科技股新經濟股跌得比較多的情況下 一開始就跌成三百多點 綠燈,有沒有哪些比較漂亮的行指成分股 兩桶油都可以升,包括八百三、八五七 八百三人連續兩天都不需淨流入 這個數字也挺漂亮的 油價也跌至69元附近 如果提及資源裏面的股份 其實三五八江西銅也值得留意 留意 星期五晚上,下午時已經出現了 銅價突然升上升 你說是否升很多,不是 不過比平時的波幅大了 而且還突破了接近兩至幾月的環氦區 就開始突破了 最近商品期貨,會看到鋁、鋼、鋼和鋼 都升得這麼厲害的情況下 銅相比之下比較弱勢 與石油相比較弱勢 即使用橫油三角度比較弱勢 其實也沒有太大升 所以如果像之前那些鋁鋼那樣 爆單邊的話 其實江西銅現階的直播率相對不錯 這款你們也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的就是1208 五礦資源都是小類的 大家都在做銅 其實是有機會跟炒 所以這兩隻股份 短線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兩隻股份 如果大家不妨留意這兩隻 等我大家的問題 6030 6030是否值得買 我們上個星期的分析 A股連續不止幾天 一連續幾個星期成交兩次加上超過10,000億成交率 其實也不是說10,000邊 為何每天開始說13,000至14,000億成交 數字也算誇張 想想當年2015年 上證炒至6,000多點 有人說A股大油市 當時也在說兩地加上200,000億成交 現在差不多14,000至15,000億 成交絕對不弱雞 對券商股來說 理論上是非常受惠 當年200,000億成交 中信證券是多少錢呢 當年炒得很瘋 炒到40元 現在其實 如果你開月線圖去摸 其實你會看到15年月線圖 6030年其實也沒有 有波幅沒有升 現在還是處於 現在形態上似有一點突破 突破21元 如果突破21元 就差不多突破10年的環林區的話 其實走勢就有機會好像15年 一爆單邊就升得很瘋了 我覺得這隻是OK的 我認為現價這個位置 如果你相信A股仍然有升的話 這個位置其實絕對不貴 看看近期 北向的資金流向 你會看到差不多 每天 接用100億的錢 流入去A股市場 這也是很關鍵的 今年年初至今 累積的流入資金 是非常多 比北水下來香港的一邊 今天信報的頭條大字標題寫著 這些 所謂 外資流入不合 A股市場 其實有不多不少 都是中資資金 香港成立了一隻 社事務基金 然後 透過 深港通 將資金打入 A股市場 再因為 香港借錢便宜 兩三色情況下 就槓桿5倍賣上去 所以導致資金流向 跨張 每天 有100億 你可以想想 私募基金經理也不是傻 如果A股真的不行 也不會 公公五倍賣上去 對不對 他覺得 怎麽都可以賣 不過問題是 可不可以 賺頭虧尾 最好可以成功 賺到錢而走 這是後話 至少現階段 A股 可能比港股甚至美股 更加安全 我覺得 你看看美股 導致 連跌了很多 連跌了差不多4天 形態上已經變差了很多 OK 好了 再說回 603010 就是我們自己 最近比較重注 買606 606 這是新晚雲圓 你會看到 成交很大 而A股 最近的成交亦 非常大 這隻股份 所以 6030 相比 我們寧願 看著606 會更加好 OK 596 596 這隻 跌了兩天 跌了兩天 現在已經沒有人有貨 的情況下 它要推升 非常之容易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要跌的話 也不會跌得太多 不過今天可能科技股比 弱勢有機會更跌 如果是的話 4.8倍 當然有機會入賭 1799 1799 形態上 就像27元 在捉頂部 在捉頂部 代表 有機會捉頂後 調整 可能高位整固完成後 再破頂 以上 如果大家看著 破得到27元的大關的話 看看今年年高 今年年內最高的 31元 31元 破得到27元 我想高位整固完衝上的動力 應該也很強的話 應該31元 應該走不掉 OK 好了 882 882的形態 其實就非常之靚仔 你會看到業績後 其實差不多沒有接近沒有跌過 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它的走勢 應該就 繼續會向上破頂而上 即是破近期的高位 近期的高位 兩元邊 如果再拉長一點 其實也是一年高位 三年高位 應該 如果破得到 我覺得 今次的中期業績 走勢轉強 破今年的高位 走不掉 下一個目標 我想應該 如果食物價 可能大概兩個三 兩個四 這些位 OK 3899 可不可以進入 OK 3899 我自己短期內 這幾天都不會進入 但我中線都非常啟好 如果大家有看的 就是現在國策 扶持氫氣車 氫氣車 最重要就是有氫氣站 要加 好像石油 加油 OK 全中國現在 氫氣站 其實 市佔率 還是非常偏低 如果 全中國 每個地方都 提供 要成立一些 氫氣站 例如石油加油 石油加油站 對於3899來說 發展潛力應該都很大 但關鍵在於 昨天星期五 時 有一個轉倉行動 大股東有批貨 轉了 Morgan Stanley 很大機會 就配股集資 OK 如果真的想買這隻股票 不如讓他確認 確認配股集資 到時那天跌 才買 可能會更好 OK OK 最後一個問 941 941 都是這樣說 跌就不會 跌得太多 我想最多都是跌到47元 那些位置 穩穩陣陣的股票 如果你不介意 可能 沒本的 可能最多 就算坐 坐1 有時未必會跌到47元 可能48元跌不下 上回50多元 最多是坐1元 左右 可以趁低 這些股份 馬尼亞收息 一定輸你不死 我們做正 不過你要記住 市升的時候 一定會跑輸大股 的股份 OK 所以如果你不介意自己 資金是比較 屬於防守性 雷形為主 穩穩陣陣 每年賺到6-7a 的話 這隻股票都可以 留意一下 好了 到最後 說了一隻 272 272星期五 即是大成交 破位以上 少了破位以上 留意一下 今天如果是大成交 再破頂的話 要小心短期 可能會有好消息 這隻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但如果今天會不會收支 陰燭的 下來 可能短期的短期也沒有了 到時候 就沒有東西找 如果兩隻羊竹的話 要小心點 好像410 410早前 突然間磅牌 即是 這下 公佈 有人收購 今天跌了四成多 就不要理會了 我們說回這 其實你會看到 好消息之前 有幾隻羊竹 破上來 成交很大 其實272現在有幾個走勢 所以我覺得 可能有些春光鴨 預先數定貨的話 這個形態上 就真的值得大家 短線操作 有什麼好消息 不外匯 可能是賣盤 賣資產 或者私有化 而最關鍵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們 之前有說過 我們曾經減少股份 原因在哪 公司說分拆新天地業務 分拆上市 我覺得公司短期樓 私有化機率不高 但原來 事隔了接近一個月時間 如果公司還未入表申請 把新天地分拆上市的話 有些可能出口說 就是想分拆新天地 其實就是暗地 其實是 搞私有化的話 自己的消息 就趕走一群人下車 所以這隻272 大家可以 留意一下 估值本身已經很便宜了 兩支突然大陽觸破位 今天的成交很重要 如果今天成交比星期五 應該是春光鴨的味道 非常濃烈 今天分享到這裡 剛才說的股票 我自己的母車居住 OK 我們明天9點20分再見 又或者待會11點 我們再見 OK 拜拜 我們明天9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